以下节目是由长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Mina李世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如何取得SAT的好成绩 那我们很荣幸的再一次邀请到 长春藤指导创办人江宇应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首先我来介绍江教授 江教授是美国大学董事会 SAT作文乐卷官 SAT ACT专家 十多年研究SAT ACT考题规律 总结了SAT和ACT的奇异突出法 辅导的学生满分多 高分多提高分数的多 他设计了长春藤阅读 长春藤词汇 长春藤语法 长春藤写作等一系列方法 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英语能力 以增加名校的录取几率 江教授您好 您好 米娜好 那在讲起这个SAT来说 很多学生有一个难题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一直做题目刷题这么样 为什么成绩老是提不高呢 这个要说到根底上来说 其实要说起来就是 它的这个英语这个基础 当然偶然也有数学基础 绝大部分是英语基础太差 那么这个英语怎么做呢 英语是要从五六年级 四五年级要做起 所以我们开了大量的这个英语 阅读写作还有语法的班 那么光靠刷题呢 光靠做题呢 它能够帮助你熟悉这个题型 熟悉题型熟悉题目的这个规律 能够有一些帮助 但最根本的帮助是要大量阅读 那您这边了 当然您有您的技巧了 因为你们出来的学生 SAT的成绩都是非常好的 是为什么呢 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因为呢 因为我研究 我个人研究这个SAT 应该来说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研究 那我个人研究英语呢 已经有40年了 对 然后呢 后来研究SAT 把SAT 所以把这个SAT的这个题目呢 是彻底搞透了 我们就把这个SAT的每一种题目 都分门别类的来讲解给学生听 把这个SAT拆散讲 又合起来念 进行反复的分成九类题型 每一类的做大量练习 然后又综合起来做大量练习 然后这个学生呢 通过这样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还合作很多练习题 所以学生我们这个每一年 这个特别是夏天和冬天 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们学生考试的这个 基本上1500分以上的 总分是1600分 1500分以上的学生是不计其数 基本上是 顺便说一下 1500就到了99% 对啊 已经差不多满分了 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 在1500以上 但是呢 我们关去很多好学生 他要有15006 他才觉得够了 所以我们就是至少要让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吧 要全部也保证不了这么多 但是呢三分之一的学生 让他们能够拿到1560分以上 那很厉害耶 1560差不多满分了 差不多就是可以进所有的长春藤大学和斯坦福的这个分数 那我们分开讲一下 那首先呢 就SAT有分好几个部分 那阅读方面怎么样提高呢 阅读呢 这个SAT呢 您知道 一个是有阅读 还有一个写作和文章等等 还有数学 阅读的话呢 大量的词汇量 因为一定要把词汇量做好 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很大一个成分是学习词汇 词根 词源等等 第二呢就是大量的阅读 并且阅读呢 一定要学会它这几种不同的阅读 第一种呢就是文学 它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经典文学的这个选段 那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科学 科学所以我们主张学生呢 要阅读呢 这几种科学杂志 一个就叫科学 还有一个杂志呢叫做美国科学人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新科学家 一定要读这个科学的杂志 在班上我们要选读这些科学选段 那么还有就是历史 还有人文科学 就是人文的介绍 所以一共有这四大类呢 要把题目分门别类 把这个章节也分门别类进行教授 进行教授让学生提高 对 第二个方面就是语法了 语法呢它把它叫做 它叫writing writing and language 就语法跟语言 语法跟语言呢 因为我们已经编了大概13套 13个版本的这样的 SAT的书了吧 那这个书上有大量的篇幅 是也我们上课也有大量的篇幅 是在讲这个语法规律 讲这个逻辑 就是SAT考试呢 它在语法里面放了很多逻辑性的 就这个文章怎么样 这个思想怎么样走 这个idea怎么 它的sequence怎么样 这是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写作 意思就是要写一个作文 它这个作文呢 是个rhetoric analysis 意思是基于它 你阅读的一个文章呢 你来分析它的修辞 是一个修辞分析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我们把它尽量的公式化 告诉一共有哪几个修辞 一定要调出来 就是SAT做文乐卷官 他们所采分的几个关键的部分 我们全部要把它抽税出来 然后讲授给学生 那你们学生的反馈如何呢 学生反馈非常好 我这个你看 我们的经常 你看 现在这个秋季 这好笑好在你的时候 秋季呢 是8月有人考 10月有人考 这个11月有人考 那么12月呢 又刚刚有人考过 每次在这个公布分数的时候 我都收到很多学生和家长 非常高兴的email 就说将 像我们这个夏天 那一批人就有两个 完全拿满分 那么有三四十个人 都拿了1560分以上 然后大量的其他1500分 所以学生 真的很优秀 学生非常高兴 恭喜你们 还会有一个SAT的集训班 那是从12月20号 到12月30号为止 会有一个密集的培训SAT班 就是跟之前的那个感恩节的一样 就是一个密集的圣诞节 密集的SAT班 对 就是准备读大学了 那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 怎么找你们呢 请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是408-982-3425 408-982-3425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他们将会有一个圣诞新年 也就是冬季假期的这个集训班 让学生可以提早的准备好 这个SAT进入大学的考试 那这个集训班呢 就是12月20到30号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